要跟大家介紹 這次你不能叫做散戲 要叫做散戲 台語就是 散戲 綠光創意董事長吳念珍 與明華元總團當家台著孫翠鳳 兩人合拍影片 為兩大劇團即將推出的 押戒與散戲進行宣傳 記者會上還現場挑戰 雙方作品的精彩角色 孫翠鳳先飾演自己在散戲中 飾演的包青天 接著幫吳念珍貼上月牙 加上染口鬍子 一秒便包弓 這樣也可以拉著鬍鬚 對 然後走出來 你這個包弄得更浪漫 王朝 就全身是男生女 跪火頭當炸 炸 好啊 孫翠鳳則是挑戰飾演美女爬首 由吳念珍飾演乘客 兩人搭檔現場即興互錶演技 笑翻全場 來來 這張我給你試一下 試一下 試一下 沒事 沒事 對啊 你把女婦戳掉 你真的有什麼 沒事 沒事 你是去吃的啦 沒分辨都沒沒百姓 氣死人 轉身 站好 周珍 余嬌點鐘 押戒菜鳥警察 VS 老爬首 改編自台灣幽默文學大師 段彩華先生的短篇小說 九年前以舞台劇形式上演後 叫好又叫做 今年特別找回金鐘南配角 黃迪央飾演菜鳥警察 與喜劇天王唐從聖飾演老爬首 展開一場絕無冷場的鬥志 車廂內上演各色人性反映台灣560年代 社會縮影 很多人都以為說你挑的應該都是台語的 不是啊 段彩華先生是外省級的 但他寫的是台灣的故事 而且寫的是民國五六十年代 那樣的背景裡面 一個警察壓著一個爬首 從高雄然後到台北來受審 這個過程充滿喜劇 而且整個故事發生在火車裡面 所以我對我來講印象非常深刻 那時候在蹤影的時候 神經一度說把這個改變成電影 那台灣鐵路局反對 他不借啊 因為他說火車裡面沒有沒有趴手 還有裡面有那個吃便當吃一吃 他把他往車外丟 他說影響環境衛生 再來就是車站是機密 所以那個案子就擱置了 擱置的時候 但是一直放在我心裡面 所以後來人間系列 那個台灣文學系列要改的時候 第二步我想到就是亞界 因為我覺得是太好玩了 滿有趣的一個故事這樣 我心目中的偶像 吳念成導演 我一直想能夠有機會認識他 或者一起合作嗎 居然都沒有這個機會 但是沒有想到我們這一次 兩部文學跨界作品 居然讓我們連結在一起 兩個公司 兩個劇團 還有包括我們的導演 包括我們所有的這個演員 行政單位 我們以後往後聽說還要繼續的交流 那這一次只是套票 我們套在一起 後面聽說演員交流 很可能還有很多很多的這個 在劇團上在劇場上的交流 善戲則是改編高中課本 都曾讀過片段的 洪醒福先生得獎同名短篇小說 以喜劇元素仇術原著 藉由台上台下虛實交錯的習中戲 帶出民國五六年代 台灣歌仔戲受到影視產業衝擊的現實 我們為什麼會演 是因為我的小女兒陳昭賢 他在高中讀到這個短篇小說 然後他就跟他爸爸講 爸爸 我們如果有機會 一定要演這齣戲 因為他在講的是 歌仔戲在五零年代 六零年代 那個環境 我們沒落了 但是我們的職人 面對大環境的改變 我們怎麼樣求生存 當我們生存不下去的時候 就像洪醒福寫的 劇團解散 所以它是一部悲情的一個戲劇 在戲裡面是看不到明天 但是經過陳勝福先生 跟我們黃志凱導演 他們兩位在思考 現在的社會氛圍 不要再那麼悲情 讓大家心情看戲進劇場 花錢來看戲 還是要給他心靈上 除了有一些啟發以外 要讓大家咬歡喜心 所有裡面的故事情節 全部都是真實 歌仔戲的職人發生的問題 所以 si一步 這步是 笑笑笑笑笑到最後 眼淚被掉下來 這一步是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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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哈哈哈哈大小 所以人生如戲戲如人生 歡樂歡喜心 但是要面對苦難的時候 我們也是給他笑大聲哈哈哈哈 那我非常喜歡這篇小說 人家講的是歌仔戲在一個環境裡面的沒落 那種沒落裡面悲喜交集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 我在自己在寫劇本的時候 一邊寫一邊哭出來 是包工作在下面 陳世梅跪在下面受審的時候 小孩子在底下哭 他會說 就是把陳世梅下家去餵奶 沒有就是小生嘛 就這樣 對我來講說 兩個戲都有一個 一種很奇怪的 憂傷 但是又充滿了 生活上面的那種喜趣這樣 那所以這一次 我們剛好要演 那明華也要演 我說不然年年做幾歲啦 就一起來吧 就呈現的是一個台灣某個階段裡面 其實兩種不同的 講行業很怪怪的 兩種不同的境界 一個是歌仔戲團 一個是平民百姓 這樣的一個故事 綠光劇團 與明華原總團兩大劇團 帶來文學經典 改編作品 壓界與散戲 企圖掀起一波 經典文學劇場的風潮 邀請各界支持 好戲傳承 記者林奇會 《臺北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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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報道》